二零二三世界棒球景點賽 今天中華隊出戰 古巴隊 不僅在臺中的 洲際棒球場內 應援不斷 全國各地的球迷也聚集加油 中華隊雖然最後以一比七落敗 無緣前進東京 但球迷都給予正面的肯定 中華隊十一號晚間 以十一比五戰勝荷蘭隊 讓全國球迷大呼過癮 為了鼓舞士氣 各地開始祭品不斷 彰化小吃業者送控肉飯 肉圓還有飲料 新主委林思敏 市長高鴻安都送雞排 發雞排 第一個含義是吃雞啃骨 所以我們也有 就是呼籲大家拿到雞排的民眾 那個骨頭要啃得大力一點 因為我們要打敗古巴 今天中華隊希望能 今天能贏量的 就可以前進東軍 其他縣市球迷也都聚集一起吶喊 花蓮市公所就特別在 百惠公司廣場前 請大家喝先炒茶 百惠公司還準備古巴三明治 一邊看球賽 一邊搭蛋美食 現場加油聲不斷 我們今天準備了 熱壓的古巴三明治 我們不能把三明治吃完 因為我們要讓古巴吃不完 都這種 不過比賽開始後 中華隊一直處於劣勢 最後以七比一 輸給古巴隊 看見江玉成落淚 球迷相當不捨 他們辛苦 中華隊打得很好 下一次加油 我覺得還是很棒 很棒 中華隊雖然無緣飛往東京 但這次的出賽 果然還是給予高度肯定 各地議員的威力 也讓世界看到台灣人的溫暖 記者綜合報導